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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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急的呐喊声 回荡在隧道里 眼前所见 电誉班的场景 没有时间整理思绪 双手拼命抢救 真的是蛮震撼的 就是在那个眼睛所看得到 还有在那个嗅觉上 因为现场 在又睡在隧道里面 充满了那种邪心味这样子 学长他们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脚都会发抖 冲出来 冲出来 和老天抢时间 抢生命 但他们也是凡人 根据统计大型灾难发生后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可能一口气增加到六成 受难者 家属 救难人员 都是高危险群 这一个重大的灾难之后 会造成它像神经内分泌系统 它身体的一些 甚至于脑部的一些损伤都会出现 不止心理连内分泌都跟着影响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在白天会不断想起事故画面 到晚上有噩梦缠身 可能出现烦躁易怒 或是相反的情绪麻木 持续三到五天以上就不能轻忽 极度的悲伤 甚至有亲身的念头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的重要 如果在一周之内 这些事情没有缓解的话 我就建议要看精神科医师 专业的人都在感觉 让他们拿好凌亚 苦不甘的眼泪 排解不了的悲伤 一定要求助专业 协助您走出漫漫产业 大约新闻随遗产特影中 台北报导